K-5北极光晶面剂保养方法与实操步骤 使用1号钢丝粘轻轻地抛一遍,把地面清理干净 用沉推把地面灰尘推干净 使用0号钢丝粘,配合晶面剂,进行抛光 药剂摇晃均匀后,把适量的药剂倒在食材表面上 用打圈的方式,把药剂均匀地抛开 抛光时用十字抛光法行走,这样更加均匀 当丝粘比较湿润时,边缘位置保留10到15厘米 带药剂有8成干的时候,再做修编处理 抛光时用10厘米的药剂,拌刷好 净工法行走,再做修编处理 抛光时用10厘米的药剂,适量的药剂 我们的药剂,适量的药剂,适量的药剂 分构都很帮助阻止 靠近两厘米的药剂,适量的药剂 改变了1个药剂,适量的药剂,适量的药剂 整体抛光完后,换一块新的钢丝棉,用少量的KR进行最后收光 把药剂均匀地抛开,直到抛干为止 再用沉推轻了一遍,操作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